這個美濟紅台沒有進去 不過蘇花公路 好就有這麼厲害 還等著幾六十 現在大家都在問說 什麼東西沒有說要放路 今天就有學者在說 因為地形和山西關係 蘇花公路原地就是全台灣最危險的路 只要是讓路比較大 還是有抵抗是很夠棒的 美濟紅台大火 讓蘇花公路的在場很慎重 很多地方都逃脫流 路也都放了 對今年莫拉克 和美濟紅台都現實出 其端端後已經很重 還說這次美濟紅台根本不停留 就做生嚴重的事情 只要顯示台灣環境的內在燃料 出現生嚴重的問題 尤其周花公路本身是真亂流的走路 為何東西沒有放路 還說任由政府相關單位 包括去上郊、水利宿、水埔局定 沒有跟住行政客 依然市政府、水利宿、水保局之間 沒有做一個橫向的溝通協調 所以在經驗上 依然是現政府 可能也是沒有 就察覺到這可能的 發生了那麼大危險的可能性 因為清水斷要跟山花公路 等到太長 在山花公路是全台灣最危險的道路 是要路後地人就不應該走山花公路 還才表示山花公路是中央三月最北斤的 三桌法官 坡道都有六十多以上 地形很嚇 但像地質裡面有一些空物 方法界定才會放下來 但要收學道路 大部分都是用暗門口 不過便坡以外不知道 如果剛才不下他會放下去 很多車只是我弄一個水泥 在這上面浮住就好 蓋住就好 這個是其實是有一點 跟這下面岩盤是不在一起的 所以當你水水流進去 這個陸基的回田土裡面 水要太大的時候 他整個就就垮掉了 雖然沒有減填暗塘 只有地標沒有地本 我才建議 整個對山來開房間比較有路用 不過這間鑽到經濟效應 要有環境的平衡 在安山便利和環保重感 實在是很難 以上總法報道